王宝强作为草根演员,当年能够一举成名,除了导演冯小刚会演示才,他自己的不懈努力,还有一个人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,他就是刘若英。 相差13岁,从来没有交集了两个人因为一部电影而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姐弟。 2005年,一部《天下无贼》让刘若英和傻根王宝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当时的傻根王宝强呢,还是一名极其无名的小演员。 他来自农村,曾经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,有武艺傍身,只是他想像李连杰一样成为一名武打巨星,可惜最终他却成为了一名孝行。 而刘若英就早已经是著名的影视歌三系明星了。 当初在拍摄《天下无贼》时,王宝强以为没有学过表演,又是第一次和刘若英、刘德华、葛优、李彬彬等众多大牌明星合作,内心非常的自卑。 但是作为大姐的刘若英,对宝强非常耐心,不但没有嫌弃这个来自农村又不会表演的弟弟, 还亲自上阵指导王宝强演戏,这也让王宝强对刘若英这个大姐姐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。 在戏中,刘若英对王宝强说,那你这个弟弟姐妹就认了啊。 在戏外呢,这对姐弟情也是一直得以延续。 在一次采访中,王宝强表示,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姐弟,只要自己有时间便会去看看刘若英。 虽然两个人之间没有了合作关系,但是两人却永远是最为真心的朋友。 后来王宝强红火了,甚至风头一度盖过了刘若英, 但每次王宝强的电影准备上映时,只要打电话给刘若英来站台, 刘若英都二话不说,直接飞过来给这个弟弟捧场,为他带来了不少的人气。 可没想到2008年,刘若英开演唱会,他打电话给王宝强邀请他当嘉宾, 王宝强却冷漠地说我在拍戏,没空,下次吧。 刘若英难掩失落,不过还是强打起精神,跟王宝强约定下次一定要过来。 当时王宝强凭借士兵突击,事业正处于巅峰,想到这里刘若英也就理解了, 但因为弟弟没有来支持,他还是有点不开心。 谁知举办演唱会那天,刘若英深情演唱时, 王宝强熟鹏鲜花,悄悄地出现在他身后, 一声姐姐喊得刘若英热泪盈眶,也让台下的粉丝珊瑚海啸, 只为当时一道靓丽风景线。 原来王宝强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, 所以才表面上拒绝,偷偷赶了过来。 原来王宝强是一位高手呢,大家都被他傻根气息给骗了。 在2016年的某个深夜,王宝强正式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声明, 曝光出马荣和宋哲的丑事,决定解除婚姻关系。 一时间马荣成为了重视之谍,和前妻打官司的时候, 他竟然还不忘了借钱交税,真是本本愤愤的中国好公民呢, 随着事情的发酵迷雾背后,更大的秘密也显露了出来。 其实,早在王宝强发布声明的五个月之前, 王宝强与马荣的公司就发生过一次股权变更, 原本持有公司75%股份的马荣, 在变更股权后,比例直接变成了零。 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,两个人离婚, 王宝强早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, 之后呢,马荣经历了全网黑,深陷舆论的漩涡, 2018年宋哲进了监狱,马荣扫地出门, 法律也最终帮他夺回了属于他的一切, 事实证明王宝强一点都不傻。